至于四年一度的奥运赛事 那更是大家不容错过 今年七月底在日本东京 将正式的节目 一直要进行到八月初 日本人对于来讲 这项是当年的东京奥运 重新赢回在日本的国土 当然大家是无不非常地兴奋 而且日本人已经誓言 今年要以各种的新式的各种科技 来展现他们新时代的日本经济 这里面包括了从机场的入关 包括了各式的交通工具的输送 包括了各种商业服务 乃至运动赛事的计算 以及摄影工程的转播 每一项几乎都是新技术 都是新水准 都是创新突破 我们来看看 今年东京奥运在今年 他们已经做出了哪些准备 他们要给世人所看到的耳目一新 包括了哪些 时事进入2020 全球瞩目 四年一度的奥运即将在7月登场 出入东京的游客 这个夏天一踏上日本土地就会很有感 打头战的羽田机场 在2019年7月 率先启用人脸辨识服务 最快只要10秒钟就能通关 国际舰旅客只要在化位时拍照建党 不只出入境审查 连在行李检查与登机口 都不用再出示任何证件 超简短登机邮程 全球罕见 冬奥访日游客 渴望突破4000万人打关 为了迎接庞大人潮 日本当局撒币32亿投入设备 成田机场 关西国际机场 也都将在2020春天陆续跟进启用 人脸辨识的初体验 不只在机场登场 地铁车站也能让你享受刷脸科技 没有票卡也能搭地铁 大阪地铁站 作为日本铁路公司的领头羊 率先导入脸部辨识 验票闸门 透过感应器 读取乘客脸部轮廓与五官 即便戴上帽子也能辨认 减少票物等人力成本 像这样脸部辨识入场 在日本消费场所越来越普遍 和歌山人气动物公园 只要事先登录脸部照片和信用卡 不用买票就可以入场 另外位于富士山脚下 以刺激闻名的富士级游乐园 也引入AI设备 透过人脸辨识 就能搭乘各项游乐设施 日本正式迎接刷脸时代 东京奥运更将创下奥运史上 以人类辨识进行安检的首例 没有事先向政府注册 就会被打在门外 和其他人交换工作证 脸部一扫也会马上被机器揪出来 届时43个会场 选手村与媒体中心都将设置刷脸机器 对选手与大会工作人员 共30万人进行核查 0.3秒完成 脸部扫描 比传统人工判读快2.5倍时间 加速维安流程 双重保障 更有效防止可原式混入 就连便是老画面孔 和年代久远的照片 都不是问题 应接冬奥2020 堪称日本科技年 除了刷脸技术 来访旅客在交通上 将享有更多科技体验 早早为奥运准备 安倍政府早在2018年就拍板 开放公共道路自驾车服务 全球第一台无人计程车 在日本亮相上路实验 惊艳全球 配合智慧型手机解锁车门 车子自驾时 荧幕还可以及时显示周围车辆状况 让试程者很满意 无人计程车解决司机 人力不足的问题 看准奥运需求 日本各大车厂 快马加鞭改进度 纷纷投入无人计程车市场 那间就会云系统 线上同步翻译 让游览东京变得更便利 目前日本道路自驾 已逼近level 4的级别 也就是在一定条件允许下 驾驶可让车辆完整自动驾驶 而除了观赛人潮 可靠无人计程车疏解 奥运期间来自200多国 上万名运动员 也有锦南妙计 像小霸一样的电动车 在选手村来回穿梭 Toyota打造的电动汽车 将用于协助接驳 大批运动员 宽敞空间低底盘 对开式自动侧滑车门 专为帕奥选手设计 最高时速16公里前进时 车顶感应镜头 可以360度无私角 检测地面障碍物 主打环保安全 东奥将采用大量 轻能源接驳车作为交通接驳工具 而当旅客在东京爬爬道之余 还能造访智慧科技新景点 这是山手县十个半世纪 再增设新站 没错还是为了东京奥运 临近港区品川站 距离雨天机场也不远 由助于首都转城 名字更罕见出现 汉字加未来语的组合 因为Gateway 具有东京门户的意思 显示交通资讯的机器人 在大厅里穿梭 以往不曾有的科技体验 让旅客好奇又惊艳 来到高伦Gateway 可以看到碎容机器人 除了转城及观光导览 还有清扫机器人 以及警卫机器人 巡逻监测可疑人物 另外在二楼的站内 也有可自住结账的 无人便利商店 这么多的崭新创举 日本毛族权利 打造史上最具科技创新的 运动社会 不但又让你玩得开心 还要在这历史性的国际舞台 打造更多日本第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